哈嘍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夏季汽車 怎麼突然之間就開始給我打雷下雨啊 我只是在尿個尿而已啊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總而言之現在是這個週五對不對 呃週五的話現在是晚上幾點來著 還不知道 還是說其實只是在下午而已啊 我來看一下喔 現在才下午4點多一點而已喔 呃 我想要在這邊稍微等一下下 看看會不會有電話打過來 為什麼要等電話打來呢 因為現在正在打雷 然後打雷接電話可能會被電死對不對 可以嘗試一下有沒有可能喔 然後這邊 來了來了來了 呦我剛剛接的那一瞬間沒了 我剛剛接的那一瞬間然後就 打了一個雷下來但是我沒死欸 那一瞬間 雷還在打我沒事把電話掛回去 那電話應該隨時會再打雷 因為現在呢大家開始那個 花糞池開始要滿了喔 所以應該會打電話過來 呃要我去花糞池 或是讓我吸他們的花糞池喔 再來就是那個商店的老闆呢 他也會打電話過來跟我說啊 我的貨已經到了之類的 總而言之我們先出來這邊看一下 my god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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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什麼什麼 大家看從這裡看的話呢 連我家裡面都在漏水啦 然後我走出來之後就沒有漏水了 所以他的這個室外跟室內的判斷呢 是這個看我人就對了啦 我人如果在外面的話 連我家的這個屋子裡面都會漏水就對了 好我們先來抓一罐啤酒 先來喝一下喔 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 為了明天的賽車比賽呢 我已經先把這一個 哎呦喂怎麼丟上去了 我把這個東西呢給拆下來啦 然後其實我是在考慮說 還有沒有更多的東西要拆喔 例如什麼來著 例如門要不要拆啊 算了門不要拆好了 我們還是 稍微維持一下車子的整體狀況嘛 好電話又來了 電話來了 我看會不會被給電死喔 接個電話接個電話 好老闆跟我說訂購的貨已經來了 打雷 下來吧 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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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電話就沒響了對不對 那時候是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的 沒關係未來還有很多的 嘗試機會但是會不會快點雨過天晴啊 沒關係我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因為現在是周五 然後我的身體呢又特別特別的髒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希望呢 在出在那個什麼 在明天賽車比賽之前啊 先讓我 去那個別墅那邊 休息一下 那話是這麼說啦為什麼會打雷下雨的 這樣我要怎麼好好的讓我自己在別墅裡面休息啊 對不對 蠻奇怪的算了 希望我開車過去呢這個就自然就會好了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去 順便去那邊要野餐啊 既然要野餐的話呢也是要帶這個蠟腸過去的 那各位不要擔心 因為明天周六啊 周六的話那個賽車比賽呢他是要什麼好像是早上10點才開始 所以也不用怕會睡過頭 因為他從早上10點大概可以到下午不知道幾點 所以完全不會需要擔心要睡過頭的問題喔 我們甚至呢可以在別墅那邊直接就睡覺啦 只是我不知道別墅那邊有沒有時鐘就是了 啊沒關係我們反正先到這邊來 我們已經多久沒有再去這個別墅了呀 其實超久了對不對自從我上一次 自從我上一次去到底是第幾集來著 終於又再去一次了這樣子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記得這上面還有一箱久 果然沒有錯 所以只要帶一個蠟腸過去就行了 好 終於我們再一次要來 開船啦 先到船一下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感覺到處都在打雷啊 結果第一次接起來電話卻沒有把我自己給電死喔 哈哈 看來這個還是機率性啊 天啊這個撞得好嚴重啊 這個機率還是沒有那麼高為什麼會在這邊可以住的 Oh my god 很顯然的我好像割錢啊 這樣子就割錢啊不是吧 給我回去 這樣就行了 我感覺好像未來都只要我自己推就好了吧 自己推還比較方便一點 根本看不見島在哪裡啊 現在根本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老天爺啊 慘了 這一定在暗示著我 明天 對不對明天我們的這個賽車比賽 一定會有一個很不好的這個 成績啊 那這個賽車比賽啊其實 從頭到尾啊 剛剛那邊怎麼亮了一下 從頭到尾呢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在開車而已啦 並不會有一大堆的車然後在那邊大家擠來擠去 並沒有 那個大概就是你一直開然後開到終點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在終點那邊然後給你看你的成績是多少 正常來講 從 起點跑到終點大概是要6分鐘左右吧 如果你能夠在6分鐘以內完成的話那就很有可能可以奪冠 但是呢 說實在的真的很難啦 如果說你在開車的過程中稍微有一點點小失誤滑出 啊滑出軌道外面就跑到外面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樣 那通常你開到終點會花上10分鐘啊 這樣就差了4分鐘的差距了 這個狀況是很常出現的喔 我們來到這個港口這邊了然後這個呢是我們上次放的那個 魚龍嘛 喔還有就是 大家啊 很希望我釀酒的時候呢 再加一種超級特殊配方 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水肥車裡面的東西嘛對不對 大家好像很希望我加進去的樣子喔 我是覺得啦 是有點太噁心了啦好不好 所以呢如果不想要做這麼噁心的事情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把這個魚 對不對 充滿了這個魚的味道 我們可以讓我們釀造的酒呢 充滿了魚腥味 濃濃的魚味對不對 那又是一個全新的口味啦 所以也許吧但是這個魚目前拿不出來喔說真的 啊拿不出來的話呢沒有關係啦 我們把它稍微就是 浸在那個酒桶裡面應該可以了吧 所以現在 我要用這裡的這一個 啊 度假小屋 我們呢還是先稍微拍一下照好了 這邊有個相機對不對這相機可以外拍照的 能不能拍到打雷那一瞬間啊 哇太難了啦那個雷隨便閃一下就不見了 還是算了好了不要不要想這種 誰真的能不能自拍啊 哎唷哎唷哎唷自動就丟掉了 哈哈哈 這個東西怎麼拿起來我感覺上是可以自拍啊 不過不行啊你一定要把它裝備上變成這個模式 之後才能拍照 所以就不能用喔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為了增加一點情調呢 我們先呢點一點火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呢塞到 這裡面去喔 這裡打開一下 然後呢把它給放到這裡面來喔 增加情調太好了 還有一個重點是我不知道時間耶 這邊不知道時間耶 那我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應該睡覺 然後現在又都是天黑的狀態 天都是黑的這邊有沒有時 啊這邊有時鐘太好了 所以快要五點而已啦 喔原來這邊還有這個時鐘在喔 吃起來還沒看到耶 然而我卻不知道到底要砍多少呢 才會有這個 才會才會讓它那個燒 燒的那個熱度夠 我真的不知道耶 這能不能直接塞進去啊 直接把我身體能 那可以耶 欸那這太方便了 我就這樣子然後把身體塞進去 然後把它放到這裡面來就行了 天啊這種度假小屋 然後又在這裡這個 風吹雨打的 打雷下雨 再加上還有一把斧頭在 為什麼總是會讓我想到一些 美國的恐怖片啊 我想先丟這麼多進去應該夠了吧 他他也不太可能 他也不太可能說那個那個爐子 裡面可以塞這麼多木頭吧 好吧我們把這個也帶進去看一下好了 也許 也許我可以在這裡面對不對 劈柴也不一定啊 我又沒辦法在這裡面劈柴 等一下也許如果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試一下 我們先 喔不要管外面了 看到沒有進來這裡面之後 整個感覺多好啊 但是這裡面是不是好像 這裡面有燈內我才發現 因為在燃燒的時候自然就會發亮了嗎 不過是還好我帶了一個提燈來喔 所以他到底能放幾個我是不知道啦 所以先放一下 三個 感覺三個就放滿了耶 四個 四個可以放耶 還是可以繼續放嗎 不能了 不能了 最多一次就放四個 所以說我們先來點火一下 然後把他給關上 那正常來講那個魚啊 如果能拿下來的話 好像是可以在這邊烤魚的啊 烤魚來吃喔 但是現在的話 那個功能好像還沒有 這個箱子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喔我不知道耶 總而言之不用管了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要等這個溫度上去 應該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啊 然後一出來 哈哈 外面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雨過天啟了太好了 喔還有一個重點喔 這一桶水我要去哪裡裝會比較好啊 應該是在這裡裝會好一點吧 對啊我不是這裡好一點 是說只有這裡能裝了吧 然後大家看 他這個 他裝得好好快喔 他裝得超快的 一丟進去基本上就裝滿了 哈哈哈哈 這個水超神奇的 哈哈 完全不會倒出來 太強了 好我現在想要嘗試能不能在這邊 劈得到那個木頭 感覺上是不行的 這邊我是可以先把一個木頭 先擺出來 欸 欸 欸倒下去了 哈哈哈 該死了 哈哈哈 完全劈不到 喔劈到了成功了 能拿起來嗎 能拿了 劈得到卻拿不到啊 算了吧 果然要劈才是要出去外面 哇天啊這種感覺真好有沒有 這種感覺超級美好的啦 好悠閒喔 雖然那邊還在打雷 不過這邊 雲還是有點多 但是又快要飄完了吧 那邊已經開始晴空萬里啦 好了溫度看來已經燒上去那麼一點點 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了 所以他這個木頭呢 是會一直不斷的被燒掉的耶 也就是說我們隨時都可以自己 喔 所以他會漸漸的被燒掉 然後我們可以隨時呢 一直添加木材進來啊 所以他是不是打開來好像比較好一點 欸我發現一件事情耶 欸我的身體骯髒指數怎麼一直在下降啊 我人好像只要在這裡面 我的身體的骯髒指數就會一直下降耶 是怎樣 是我身上的細菌都被烤熟了是不是 真的耶 喔我好像完全不需要在這上面澆水吧 然後我的身體骯髒指數可以一直下降耶 啊不過我在這裡面待著的話呢超容易就口渴啦 我已經不知道喝了多少罐啊 喝了超多瓶了但是 很顯然的是我確實身體骯髒指數一直在下降當中喔 太棒了 當然現在的話 這一根 這一根也已經越翹越高了嘛 所以就等到應該是100吧 現在應該是沒有任何的效果吧 我試一下好了 應該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喔已經有效果了太好了 YES 喔右下角成就出現 我們在別墅這邊度假啊看來 他可能之後我也不知道也許七八十度 因為最早最早好像是一定要到100度吧 也許後面就改掉了 七八十度還是多少度應該就可以了 喔太棒了 我們的臘腸等一下最後就可以把它給吃掉了 所以像現在我身上的還是有這個蚊子在飛喔 不要管 這邊就噴下去 喔 這是不是要關掉會不會把火給滅了呀 我擔心是把火給滅了啦 現在我把東西都放在這個下面喔 這個感覺上會比較 呃視覺效果好一點對不對 啊不過呢根據我的經驗好像是你只要離開遊戲再進來之後這些東西都會消失啦 啊我已經身體 都快要 乾淨了 耶 最後 喔 哈哈哈 哈哈哈 欸這裡的效果超棒耶 果然天然的最好對不對 天然的最好 呃我們怎麼抓了一個 等一下先把它丟到一邊去我們把臘腸給吃了吧 所以我怎麼覺得我的肚子一直都沒有很餓的感覺啊 這個臘腸好吧烤過了之後我們先把它放到外面去吧沒有關係喔 呃這邊我們再喝一瓶啤酒然後我們就可以出門啦 哇 在這裡面洗澡效果感覺真好耶 呃 呃這個東西呢由於在裡面你也砍不到外面的東西所以還是把它給留在外面就好啦 當然現在的話呢時間上來說 還是有一點點早耶現在就睡的話 現在才不到晚上八點現在就睡好像好像應該很快就會醒來了是不是 而且我感覺這個溫度上升的好像比那個還要 欸對了試一下這個行不行 啊這個在這裡就沒有用了耶嘿嘿 為何這個在這裡沒有用啊為什麼 還是沒有對準啊不可能啊 我已經各種角度都已經試過了我們稍微花式的甩一下好了看到沒有螺旋狀的甩出去 超強的但是沒有一點效果 哈哈哈哈 螺旋狀 Oh my god 好了看來我已經帶到現在不知道是晚上幾點啦超暗的我應該帶手電筒來的 或者是那個提燈應該要帶一下的超暗的 超暗的哈哈 我需要那個提燈 Oh my god 燈在哪燈怎麼也關掉了 呃 我看到我看到 點燃它點燃它YES 喔 這個好有一種 這個好有一種那種 怎麼講啊 這什麼殺人遊戲還是什麼那個追殺遊戲那種感覺有沒有在這種小島上面然後還有一個這種小屋恐怖小屋在這裡 感覺就不太對啊 現在的時間了喔已經凌晨12點了可以睡覺可以睡覺了 喔耶喔我發現時間過很快的方式就是你離開遊戲再進來那個時間就過很快啊 看來你每次離開遊戲再進來那個時間都過了非常的迅速喔 在這邊呢應該是不會有人打電話來吵我什麼的因為這裡是一個美好的別墅 所以我們直接這邊可以很安全的睡個覺 起床之後呢周六已經到啦 然後現在的時間呢 中午12點 What 我來得及嗎 等一下 哇為什麼中午12點啦 哇我不知道來不來得及穿要賽車比賽啦 衝了衝了 好我們很快的趕回來之後呢直接就把這個給它洗掉沒有問題然後把這個切回到空檔我們再上來它擱淺沒有關係 就讓它擱淺我們立刻呢要出發啦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喔到晚上6點都可以啦到晚上6點都可以那現在有蚊子在我身邊飛的話呢稍微使用一下這個東西吧沒有問題 先看一下現在的時間現在時間呢是踩步都快要到1點而已喔沒問題啦 開車過去的話呢再怎麼樣也不會太久吧我們把這個時鐘也先抓著 現在是快要1點 應該是來得及了 很好終於是開出來啦接下來的話呢就準備出發囉 賽車比賽我來了 到了耶 這樣子的話我們先先像這樣下車一下啊沒關係我們先熄火吧沒關係 我這個是不是要先拉掉一下然後手剎車記得拉一下然後我離開駕駛模式下來看一下 我怎麼感覺它的樣子跟平常不太一樣啊然後這個東西為什麼要在這邊他是想要幹什麼 總而言之呢來OK全部都OK啦 那我們應該是要在這裡大家看就是要從這邊一直開開到終點到這裡來 基本上要在6分鐘之內開完 可能才有可能拿冠軍喔那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們先尿個尿 然後現在我身體的狀態呢感覺都挺美好的 我們就簽名簽下去所以我們500塊應該已經消耗掉了OK沒有問題 他上面呢會有皇制提醒說你要呢慢慢的開到那個 開始的區域去啊所以我們就先發動一下引擎吧 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是差不多在這邊然後 欸欸欸喔對我剛剛已經拉起來了所以把它給按下去 欸這個起步好像就沒有起得很好啦 沒關係我們已經到了這裡來我們呢很慢好不好我相信我現在是很慢的 滑到了這個前面那就應該是在這個範圍之內應該都算吧 現在要我做好準備喔我們應該只要不要超過這個紅色的區域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們先煞車好了我們先切到空檔 OKOK應該OK了吧 對啊應該是OK了他叫我做好準備 然後呢然後你什麼時候要把手舉起來 喔唉唷唉唷無了無了無了撕山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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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叫我出發了哈哈哈 我剛剛突然之間熄火了哈哈哈 哈哈哈沒關係沒關係 這只是一個小失誤而已好不好 如果說你在前面呢一個隨便一個彎道啊衝出跑道的話那才叫做真正的大失誤喔然後 尤其一般這種叫做所謂的拉力賽嘛對不對正常來講通常這種比賽呢都會有一個表格 或者是旁邊你會坐著一個人然後跟你講說 啊前面還有多少公尺呢有上坡或者是有右轉啊然後叫你要小心前面的路況啊之類的 但是這種拉力這個遊戲裡面沒有這些資訊給我們啊 所以說這個這個比賽呢真的說起來本來就是相當相當的困難啊 另外就是說 呃有些人可能想說啊有些地方能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就是不要走這種一般正常的道路喔 然後看看能不能就到達那個終點這樣子 但是根據我所知道就是你如果說使用切西瓜的方式的話呢 他他遊戲是不會算的喔 所以像這個就是一個蠻嚴重的失誤了有沒有 這個嚴重的失誤如果一有的話呢就差不多可能只剩下也許到終點之後有七分多鐘這樣子吧 我不知道也許 但是因為這邊的彎道呢實在是都相當的難以彎啦我也沒辦法 然後我們要在六分鐘之內趕到 大家覺得我有可能在六分鐘之內趕到嗎我是覺得不太可能了 呃因為 所以這邊也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我平常到底開車到底剪掉了多少東西啊 大家總是看我一瞬間就到啊目的地了對不對 OMG我一直在講話很容易分心啊 沒關係 我們就話少一點是不是 好 所以這邊的話稍微會安全一點我們就先開到二檔然後再三檔這樣加速會比較快喔 然後在這邊呢高速過關是很危險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先煞車一下因為等一下要滑出這個 要滑出這個跑道啦 我到現在呢好像還開不到一半吧 對距離還開不到一半喔但是時間花了一半了沒有我是不知道 我認為啦他這邊應該上面也要一個計势器給我們會比較好啦喔這邊 這邊如果你整個直接就滑下去的話那應該 你就不用繼續玩了吧應該就是這樣子喔 這邊的話 整條道路還是超難開的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過來啊這邊就是我們平常 當家裡開出來之後要就是選擇往左邊這邊過去的話 就可以到那個商店那邊去啊 所以剛剛那邊如果左轉的話就是回到家裡去啊 那這邊繼續往前面開 應該很快的呢我們就可以開到那一個 又一個那個轉折點吧OMG很難開啊很難開啊 那剛剛路上呢不小心出了一個小失誤了 應該說小失誤不斷吧然後有一個中型的失誤還不算特別大的失誤這樣子喔 目前來說是這樣OMG我應該切到二檔才對 加速會比較快一點啦 所以你一直用三檔的話加速就沒辦法那麼快了 OK在這邊的話右轉出去就可以到他公路了然後我們在這邊呢是要這個左轉的 我在這邊稍微切一小點應該是沒關係的吧我在拆 然後這邊呢就是第一個可以吸花糞池的地方啊在這裡 再往前面開呢就是可以送木材啦 就是前面一點點而已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直接就往前面開過去吧希望可以在 我不知道欸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喔所以說 如果能夠在七分鐘之內到達的話應該就很不錯了 或八分鐘之內這邊是送木頭的地方 那有人在說我釀酒的話啦 好像是不是可以把釀酒桶就放在這一個酒鬼的家裡喔 但是那樣的話我聽不到氣泡聲啦這個就是那個酒鬼的家了所以其實都蠻近的有沒有 那我聽不到氣泡聲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釀好啊 所以說我覺得那個釀酒應該還是要在家裡面進行 而且啊天曉得他會不會自己就添加一些什麼奇怪的配方影響我的酒的品質對不對 OMG這樣的話速度是有點快喔這邊有彎道有點上坡我們就先 不要踩油門先放空一下 然後前面這邊的有一個沼澤在這裡喔你如果直接就衝下去的話很可能會出問題所以我們稍微在 為了安全起見一定要放的很慢 但是這邊的過彎的絕對顯得很沒有很好 哈哈 啊啊啊啊啊三檔下去 這邊還是有一些些這個沼澤在了不過過了這個沼澤區很快的前面的屋子又出現了 所以前面呢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修車店那邊啊 就在這邊啊所以這邊還要再稍微煞車一下再彎過來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切到二檔 這邊呢就是修車店在這裡 過去之後呢我們這邊很快的要在這邊然後呢要一個煞車然後一個左轉彎這邊過去 那這個什麼 好像在這個比賽車的期間啊那個小綠車還有那個火車是都不會出現的啦 以免說影響這一整個比賽這樣子喔 所以這邊大家看到這邊的道路呢高高低低的你可能看不見前面的狀況 然後你的速度太快什麼的你就會不小心衝出去之類的就很危險 所以說我現在的話我這邊還是煞車一下好了因為這邊有怕太高路所以整個飛出去不妙了 這邊還是要用二檔然後再切回三檔可以這邊是下坡高速衝過去 我在想盡量的還是不要用一個盡量不要用四檔好了啦 因為四檔的話呢超容易就會失控了這邊的話一定要煞車一下下再煞車一下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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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差一點差一點小失誤小失誤 小失誤 小失誤不斷到最後的結果一定就是八分鐘九分鐘嗎 希望不要超過九分鐘啊拜託了拜託了 啊這邊是一個喔這邊這個地方也難開啊 啊地超滑地超滑這邊換成二檔來衝再換成三檔 OK可以可以可以 OMG 過了這邊之後應該就快了吧 我們應該很快的我們還要先過這一根喔這一根柱子過去 然後還有一小段距離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在一分鐘之內到了這邊是一個完全直線 可以所以這邊呢就是盡可能的往前衝就對了 這邊稍微先切個四檔應該也沒問題吧 要記得喔我快要飛出去了我快要飛出去了 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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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還是沒有辦法說全程四檔剛剛那邊 這邊的話呢過來很顯然的有一個右轉彎好 好這邊就趕緊的煞車一下好了 以免我飛出去啊 所以我這邊現在切回二檔然後再衝到三檔OK旁邊那邊有一些小房子喔 我們再往前面開的只要能夠看得到操場應該就已經差不多要到了吧 但是操場好像還有一段距離喔 還有過這一小段 還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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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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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沒有很容易就會滑出去了喔 喔 沒問題 小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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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一趟到底是多少來著 多少來著 多少來著 這邊再切為二檔好了 稍微放慢一點速度 因為這邊呢 感覺彎道稍微多了一點 這邊又可以換回三檔了 可以 快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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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快要到了 我花了多久時間 我不知道 衝啊 衝啊 加速 衝 啊 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上面有一個finish了 喔 超刺激的感覺 終於開到這裡來了 太好了 煞車一下 煞車一下 喔 我們熄火 欸 我衝到安全帶都沒有系上啊 哈哈也沒關係啦 只要安全帶有抓著就行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了 就是他 他告訴我們 我們的成績 你好 我在哪裡 我六分四十九秒啊 不錯了好不好 哇 他五分啊 果然要六分鐘以內 所以我們 六分 四十九秒在這裡 第十七名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是路上的一些小失誤 哈哈哈哈 我們總有一天 我還要再趕回這個四十九秒的差距欸 應該說再趕回去的話是一個 呃 五十秒 我天啊 其實也差了快要一分鐘了欸 沒那麼簡單 有沒有 那這一個傢伙的名字呢 好像就是小綠車那一個傢伙 欸 好像是他欸 而且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差距甚至不到一秒 差不多只有0點 呃 0.54秒的差距而已欸 哇 這到前面這個差距真的很小啊 好吧 所以這樣子看來的話呢 第一次有這樣的嘗試 第一次這樣的嘗試呢 我覺得 能夠排到這個前二十 呃 前十九名以內 我已經覺得是 很了不起啊 說實在的 然後 未來如果還要來參 就是說未來一定會繼續來參加了 我可能要設法呢 再把車子的可能車門給拆了 或引擎蓋給拆了 那這樣子的話 車的這個 怎麼講 車的這個 重量應該又會減輕更多 那開起來應該就會更加的快速吧 好 所以我們稍微發動一下喔 感謝你告訴我們 我們的成績喔 謝謝你 然後我們稍微往前面開一下 所以呢 小黃車在那邊 然後我們 有沒有看到 馬上就到了這裡來 公車在這裡 這裡就是商店啦 哈哈 然後大家都在說我的沙發不見了 那我的沙發我只是暫時放在這邊喔 上次要拖車回去的話 我怕重量太重 拖不動什麼的 所以就把他臉拿回來了這樣子 另外啊 我們的這一個 車子的改裝配件呢 他也到達了 所以這邊是3615塊錢 直接付錢下去沒有關係 這邊是輪胎的部分 好像油量根本就沒有減低多少嘛 所以平常一般在路上的時候 開著他呢 準沒錯這樣子 好 所以加完油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繼續看能不能把車子再改裝到更好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油呢 是只有73塊錢而已喔 謝謝你老闆 所以我們稍微喝一瓶酒呢 慶祝一下 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也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記得留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之後呢 會再繼續把車呢 還會再做更多奇奇怪怪的改裝吧 也比較奇怪啊 就是該做的一些改裝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還想要看什麼內容的話呢 記得留言跟我講一下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啦 大家掰掰